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泌尿科研究室主任 同时也是泌尿科的教授林庆顺林教授 那么林教授是泌尿科的权威 他今天会给我们解析有关泌尿方面常见的一些问题 以及他们正在研究发展的一项 希望将来会对泌尿系统有作用的project 那么林教授您好 非常谢谢您抽空来到节目里面 我想许多人讲到泌尿科 当然之前讲到的是尿失禁的问题 那么尤其是中老年人 更年级以后 但这个往往是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 没有错 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不要去面对它 这样子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先给尿失禁下一个定义 以及它的原因是什么 尿失禁主要是妇人病 它分成两大型 一个就是尿急性的尿失禁 另外一个是压力型的尿失禁 压力型的通常就是跟生产有关系的 就是生产之后的病 那么尿急性的另外一个 尿急性的话它的问题是在它的那个膀胱的那个功能市场 那个压力型的是那个尿道出的问题 所谓压力指的是指腹部的压力 比如说你咳嗽啊打喷嚏的时候压缩到你的腹部 这个腹部压到了那个膀胱 那因为你的尿道控制不住 尿就漏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叫压力型的 那尿急性的顾名思义嘛 就急一直想急得像尿这样子 那问题是在膀胱 是 所以尿急性的可能都是精产腹所容易得到的 或者是生产过后压力型就不见得 不是 正好相反 对不起 所以就是说压力型的是生产以后会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尿道受到生产时的压迫可能有些受损 所以它的那个受缩的功能失控 所以就是等于就是说它那个好像就是水库的那个扎门坏掉了 所以尿就容易漏出来 那尿急性的就不是 就是说任何一种妇女都可以得 跟年纪有关 跟年纪也是有关系 跟生产可能也是有关系 这个尿急性的它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那也就是比较难了解 不过一般常见的临床的这个疗法有哪些 尿急性的目前大部分都是吃药 吃药让它不会就是让那个膀胱放松 就好像就是你心情放松一样这样子 放松你就不会一直急着想要尿 那这个压力型的因为它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尿道 所以就是说目前是没有什么好的药可以治疗 大部分都是采取这个手术 手术就是说加强这个这个尿道的那个力量这样子 或者是就是说把它的位置调一调啊 调高一点啊 用手术的方法治疗 那么这两种这两种症状啊 它所表现出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怎么知道不一样 不一样 尿急性就是一直凭尿 你一直想要尿尿想要尿尿 一直急 就是说听到水龙头的声音你就想要尿了 那那个压力型的不是 压力型的就是压力型的就是说 你主要是咳嗽或者就是大笑啊 就是你任何会使你的腹部这边会产生压力的 才会造成这个压力型的尿失禁 所以一般妇女如果有任何其中一种她自己也应该知道对不对 就是是哪一种 没有错 那么您讲到说 现在市面上并没有可以治愈的方法 对 就是说有 就是治本嘛 就没有治根的 也没办法治疗 就是你一直要吃一直要吃 天天都要吃的 就是没有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 那么所以您现在 就是说您所带领的您的小组成员 所致力研究的 是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而且是用一个什么样的treatment Hopefully如果您的研究成功的话 可以对抗这个尿湿巾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可以说是两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说去找出原因 就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希望找出一条治疗的路线 那这两个其实就是说一个铜板的两面 你知道的原因之后 你就能够找出治疗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是同时在进行的 那我们目前就是说 在找出这个病因方面 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所谓的分子生物学 或者就是什么基因工程 就是这些一般市面上的这种名词 就是说用这个一些分子的方法 来找出这个到底这个基因 哪个基因或者哪个分子 是在这个病人的表现比较多 比正常人多还是比较少 哪个多哪个少 那多的话我们就想办法把它降下来 少的话我们就把它补回去 就是基本上就采取这样子的那种策略 听起来有点复杂 我想对于像我们这样深斗小明 那个对医学科学都不熟悉的 可能就不是说马上可以领会 那我这样请教您 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研发成功的 而且面试的话 那么对于尿失禁的病人 有什么样的好处 是表示说他们可能不会再吃药了吗 还是说不需要动手术 还是whatever 目前这个尿急型的呢 因为它的原因比较复杂 因为膀胱它的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同时又是需要放松 在储存尿的时候它需要放松 所以说你一方面要让它放松 可是它排尿的时候又要收缩 所以就是说 你说OK因为它放松了 你就给它想办法让它能够收缩 可是你给它 让它收缩之后呢 它又没办法放松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到底是要让它放松还是收缩 所以在这个尿急型的目前研究起来是困难比较多 那至于这个压力型的 因为它是比较单纯 它就是那个尿道那边受损 肌肉受损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走的比较深入 比较远的是在这个压力型的治疗 那这个目前我们最认为就是最有希望的就是用 也许大家听说过就是干细胞 是 干细胞它这个细胞能够再生 那我们就是说用这个干细胞打入这个受损的这个尿道 让这个尿道的那个受损的平滑肌 这肌肉能够再生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你们现在是根据 就利用干细胞来做研究 我应该再说一点 再说一点就是我们 我想也许大家有听过就是说 干细胞这个好像是不许 这个联邦政府好像就是认为就是说不道德啊 就不是很那个很赞成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不是胚胎的干细胞 我们所用的是所谓的脂肪干细胞 我们的干细胞的来源是那个病人的脂肪 所以就是说并没有什么伦理道德上面的这种医学 没有什么医疗伦理方面的抗生医学 因为那个细胞来源是这个病人本身的 他就是他脂肪就是一石两鸟 同时可以让你减肥 同时又能够治疗你的病 所以说这是一石两鸟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你们利用病人的脂肪制作干细胞 对对对 这个干细胞脂肪不要看它是肥肥胖胖的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好东西的 所以包括了这个干细胞在里面 我只有你们才看得出来 对我们知道怎么把它挑出来这样子 这个我们目前做得相当成功 就是说最近你刚刚发表那个文章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我以为你们所做的是用白老鼠 不过这个我们留到下一个小节再讲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收看 今天为您请到的是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泌尿科研究室主任 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泌尿科权威林庆顺 林教授 那么林教授您刚刚briefly的讲了一下 就是说你们的研究啊 怎么样 hopefully就是说可以也许将来benefit有这个尿失筋症状的妇女啊 那么我想同样的就是说以此类推 那我们知道对于男性来讲 跟泌尿系统有关的就是这个射护腺方面的问题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射护腺的疾病有哪些 射护腺疾病主要是有三个 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射护腺的肥大 那第二个是射护腺的那个发炎 第三个当然就是射护腺癌 那射护腺肥大是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是男人大概都会有生之年大概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 射护腺发炎嘛就是说比较少见 那原因也是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射护腺癌呢 就是说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所以也许我们就在射护腺癌上面多谈一点 是 那么射护腺癌的话成因的癌是什么 射护腺癌跟其他的癌一样 主要就是年纪 年纪是最大的一个因素 那另外吗 就是说这个跟也许跟这个diet这个饮食是什么东西 也许是有关系 另外可能就是跟种族 比如说黑人一般来说是比白人多 那华人或者亚洲人亚洲人一般来说就是说少得多了 可能只有白人的十分之一而已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家族的家族可能有一点是遗传 可是说是遗传嘛也不是说很清楚 因为父子之间的关系反而没有兄弟之间的关系来的强烈 就是说如果兄弟之间有奢腺癌的话 那你的几率会比就是说爸爸的话 你的手足比父比 对 那个关系还更密切 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遗传上面的呢 现在不是说很清楚的 那讲到种族的话 您说华人就是亚洲人是比较少的 可是这个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吗 还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中国人在美国住久了饮食习惯趋向于白种人的话 那么是不是也增加他们得到社会线癌的几率 所以主要这方面就是亚洲人主要这方面研究都是以日本人为对象 在美国这边的 那是没有错 其实跟乳癌也是一样 就是说在美国生长的日本人 他得社会线癌或者得乳癌的比例都比住在日本的日本人来得高 那另外就是说最近才发表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在比较富有的华人居住的地区 譬如说新加坡跟香港 这个社会线癌的比例也比住在中国大陆的来得高 也吃得比较好 可能就是吃得比较比较油水比较多吧 是是所以就是说油腻可能是一个原因 对 那么常见的就是说社会线癌或者是说其他社会线问题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社会线癌现在因为它是一个生长很反慢的一个癌 所以就是说在诊断之后 如果社会线癌会采取那种就是所谓的biopsy 就是说那个把那个社会线的组织取出一部分出来检查 检查如果然后把它分类分成等级 譬如说这是很恶性的 那可能就是比较要赶快比较aggressive的那种治疗 那如果是就是说你看它这个grading 它是属于比较生长反慢的 那可能就是采取一种就是观望 就是观望 就是说就是所谓的watch for waiting 看看吧 就是留校查看这样子 是那么您刚刚讲的前面一个社会线肥大跟社会线炎 会导致社会线癌吗 目前的回答是no 就是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那社会线肥大的人不见得就会比较容易得社会线癌 这两个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关系 那么据说如果像您刚刚讲的 社会线癌如果到一个很恶性的地步 那是怎么样就是 目前 动手术 一个就是动手术 另外可能就是说吃药吃一些所谓防止这个色腹腺 色腹腺它主要的会长大或者会变成癌 跟这个男性荷尔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可能会吃一些抗男性荷尔蒙的药 来防止这个色腹腺的这个癌或者这个细胞 恶化 恶化这样子 所以说有荷尔蒙的疗法 那另外可能如果说比较 比较aggressive的疗法的话就是把色腹腺切除 另外就是用放射线 放射线有一种传统的就是说从腹腔 就是从身体外面照进来的那个就是external的那种放射线疗法 另外一种比较先进的就是说把那个放射线的物质 直接就种植在这个色物线里面 那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就是比较targeted 比较比较集中在癌细胞 根据那个切片的结果知道就是说这个癌细胞长在哪里 就种植在那个种植在那个癌细胞的旁边 然后跟它照射跟用这个放射线跟它照射来杀死这些癌细胞 不会蔓延吗 你说这个放射线 我是说癌细胞 癌细胞如果是蔓延的话 那当然这个蔓延的话治疗可能就是两个嘛 一个就是荷尔蒙的疗法 就是说吃那个抗男性荷尔蒙的 另外一个就是KEMO化学疗法 把那个沙细胞的东西打进去静脉里面 就跟乳癌的那个治疗一样 但是它的后果就是说掉头发 就是这些复作 比较根治的方法可能就是切除 对不对 对 是 那么我知道您的另外一个研究的项目 是跟就是说摄护腺的手术有关系的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还有一分钟 但我们可以carry over到下一个单元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 事实上是摄护腺手术之后所造成的后遗症 那个这个后遗症就是包括了 刚刚我们第一阶段里面讲过的那个尿试镜 另外一个就是说性无能 因为手术多多少少都是会破坏到那个功能 就是那个阴静勃起的那些神经 所以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何来防止这个 这个勃起功能的那个障碍 是 好的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藏 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的 好 我们可以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完全有数的命尿科方面的权威 那林博士您刚刚谈到您的第二个研究项目 是针对摄护腺的病人 那主要的就是他们在手术之后的一个后续的 你们所研究是一个后续的疗法 针对他们的这个性无能的现象 是这样子 因为摄护腺的治疗 不论是用切除的或者是放射线造射 都会破坏到他的那个神经 因为那个阴静勃起的那个神经 正好通过这个摄护腺的所在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再好的手术方法 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迫害到这个神经 那这个神经破坏到之后 当然就是没办法再勃起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采取的就是基因治疗 或者是细胞治疗 细胞当然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干细胞的治疗 所以我们就是说目前我们发表的很多文章 都是关于这个基因治疗方面的 基因是versus to这个细胞治疗 基因譬如说 会促使神经再生的这种基因 或者就是说它的那个 这个基因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因子 就是所谓的Gross Factor 有一些Gross Factor 这些因子会对神经的再生有帮助 或者说对血管的再生有帮助 那有些就是说对这个平滑肌 这个神经血管平滑肌这三个 等于就是说是硬体嘛 它的这个阴镜里面的这三个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说是造成这个阴镜勃起的三个重要的因素 那它们之间还有一些阴质 这个阴质就是Gross Factor 所以我们研究就是说 如何把这些阴质补回去 让它能够再生这样子 所以跟那个治疗尿失禁的原理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我认识你们是用白老鼠来做临床实验的目标 那以前都是对 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做到人 现在必须就在老鼠身上去做成功 才能够做到人去 我们只有30秒剩下 您可以很快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比较防治的办法 你要失禁啊 或者说护腺肥大 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听医生的话 医生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自己所能够做到的 两个 一个就是饮食节制 一个就是说多运动 就是自己能够做到的这部分 是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庆轩林教授 给我们这个公共教育的机会啊 那我们也祝您的研究发展成功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折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